我想把我妈借来城里跟我们一起住 她现在年龄大了 都70多岁了 自己一个人在老家也危险 自己照顾自己都照顾不了了 但是我老婆死活不让我家来 我老婆说我的工资就那点工资怎么够 怎么够一家人在城里开销呢 但是我呢 再怎么说 我也想给我妈养老 因为我妈从小呢 就辛辛苦苦的把我拉扯大也不容易 现在呢 我长大了 虽然我的工资低 我收入不高 没什么能力给他们享福 但是我也想给他们养老 我老婆就说 我工资呢 一个月就两三千 怎么能够养活啊 又让他们来城里 又有小孩 全都是开销啊 开销太大了 这样 我压力真的好大 现在上又老 下又小 老人呢 慢慢的变老 慢慢的越来越照顾不了自己 越来越行动不方便 小孩呢 也上幼儿园了 费用呢 一年一年都在增加 而我工资啊 又不长 又不佳 就那天死工资 我应该怎么办啊 我真的太难了 我老婆就觉得老人在城里 不方便 跟年轻人住 根本就不方便 我们的房子就那么小一个 就这样 我是想啊 虽然房子小 该孝顺呢 还是要孝顺 该孝敬 还是要孝敬 不然以后啊 想孝敬都没得孝敬了 没人给你孝敬了 我现在就想好好地给他们孝敬 但我又不能回老家吧 我一回老家 我工作就掉了 那我小孩和我老婆在城里呢 有没有钱 花销了 如果把我妈带过来这里呢 我钱呢 又不够用 不带来呢 我去回老家呢 那钱根本就没钱 就没收入 小孩呢 总不能让他回老家吧 他要在城里啊 他要上学啊 各种各样的 在城里上学的方便一点 我老婆呢 上班上不了 因为她天天都在带小孩 从小孩 从出生 到三岁 她从来不离开的 不离开小孩 一直把小孩照顾好 小孩呢 又上学了 她也没办法上班 因为小孩上学啊 每天早上送去 中午又接回来 接回来吃完饭又送回学校 晚上又下黑的时候呢 又把她接回来 一天呢 来来回回接送都得四遍 然后呢 又得还是买菜做饭 现在都觉得 压力很大 压力是真的大 现在只望让老板给我涨工资 那也是不可能的 因为 近几年啊 我们这边 经济萧条 经济下滑很严重 老板呢 生意本来也不好 老板也 也不怎么赚钱 他不开足你就已经不错了 你还想给他涨工资 那怎么可能呢 我 怎么办呢 大家帮我想想办法吧